我们看到现在呢都是令人鼻酸的故事 这是在高雄的骑山国中 那么呢有一位小邻村的妇人 她为了要养家活口 她之前独自离开家里到外头去工作 只是没有想到这场风灾 让她全家十几口人到现在都还是失联 她同样跟刚刚那个妇人一样 每天都在骑山国中 等着直升机载回来的是不是她的家人 但是每一次都失望 让她又急又哭的昏倒了 那么现场也有民众呢 急得直接向媒体向救难队跪哭 眼泪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直升机来了一架又一架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亲人被救出来 小邻村的村民苦苦等待 现场情绪窥堤 不管一旁的志工怎么安慰都没用 故人哭到深思历劫 天底不知当场晕倒 为了养家活口 一个人离开家 离开小邻村 出外赚钱 没想到一场台风 让她全家十几口人到现在都还没离户上 要一个世代我要了两天送来了没有 我真的很生气 通透世代有那么的痛苦是不是 我 转过去送一下再去保护人送进来 我还没关注 这样不行啊 你让他在被曝世那么一备雨 连两天 32GC不是人吗 不是你们的亲戚 而就在另一个角落 有家属孤立无援 直接贵库拜托媒体和救难人员 帮他寻找年迈的父母亲 以及送世代给确定罹难的亲人 需求很多天了 拜托 要贵是吗 我三块可以吗 等不到在去的亲人又急又无奈 几天下来眼泪没停过 双手核实祈求老天爷 希望回来一台直升机 就是带来一个家庭的新希望 谢谢梁家文 珠海 王启兵 S3小组 高雄 台风报道